1. 烤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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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烤骨 1.烤骨 哈囉!大家好!我是Taco 今天要來開箱一間很難定位的 1. Uncle K 排骨火鍋 2. 烤骨 人氣爆棚的 Uncle K 想吃的朋友記得先上網預約 或是早點在一開店的時候去現場排隊 門口有韓國傳統吃飯用的桌子 店外的裝潢 請願搭配韓國傳統的韓屋 還有鋪得鵝軟石的石板地板 真的有一秒到韓國吃飯的感覺 我們訂的是剛開門的5點 可以進去囉!好期待! 店內用餐區分為兩個區塊 一進門的用餐區 一進門的用餐區 和右邊有個半層樓的用餐區 這家店有滿滿的 韓國歐巴烤肉 韓國歐巴烤肉 菜單正面是點鍋類 套餐跟單點類 背面是酒水類 店員推薦的海螺拌麵 來一份 看起來很好吃 抓到了吧 真的是人嚇人嚇死人耶 所有餐具都是銀色的 來這裡吃飯 店員會給你圍裙 這樣就不會弄髒衣服啦 擺好餐具 準備開動 便便的筷子 便便的湯匙都很到位 果拉韓國大叔開的店 樣樣都還原韓國 小菜有三款 泡菜、辣酒菜跟豆芽菜 小菜是可以無限續的 要續的話跟店員說 飲料來囉 不適合酒也有冰杯 好用心 第一次喝這個太喜歡 吃完飯直接去美式賣場 搬一箱回家 今天的重頭戲來囉 我們點的是泡菜口味 不敢吃辣可以點圓竹馬鈴薯排骨鍋 等它煮滾後就能開動啦 等待的時間先吃點小菜 這個辣酒菜是我最喜歡的 馬鈴薯削成細絲條狀 再做成煎餅 薄薄酥脆沾上特製醬料 一口接著一口 好吃 店員推薦的海螺拌麵來啦 店員會先等客人拍完照 再來拌麵 我一直以為它是熱的 居然是冷麵 酸酸甜甜辣辣好開胃 滾了滾了開吃囉 如果不知道該怎麼下手 牆上有教學吃法 千萬別客氣 手拿起來一塊排骨 掰開來大口吃 哇排骨好大塊 排骨肉幾乎是一入口就花開 湯頭也很順口 不會太鹹或太辣 香腸年糕外酥內軟 是韓國街邊的攤販都能看到的小吃 排骨湯最後精華的高湯可以煮麵或炒飯 不管是煮麵還是炒飯店員都會來幫忙喔 今天整體吃下來1到10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掰掰 其實這樣的時候看到這個好好吃啊